台灣的奧運選手林玉婷 不管是過去比方說在杭州亞運 或者這一次巴黎奧運 性別的爭議都經過 不管亞運會或者國際奧委會 或者是巴黎奧運籌備會 再三的證實經過檢測 絕對沒有問題 那縱使這樣沒有問題 面對國際大賽的壓力 沒想到林玉婷還要面對 許多言語的霸凌 網路的霸凌性別的歧視 以英國著名作家J.K.羅林來說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 用性別霸凌的方式來歧視林玉婷 而林玉婷不僅要面對比賽的壓力 還要對抗這種無理的欺負 所以身為台灣的國人 大家看得都很不捨 我們全部都為他加油 那除了這以外 以J.K.羅林的說法 在性別上歧視林玉婷 在網路上的發言 帶動了網路霸凌林玉婷 因為在英國有反歧視法 所以在尊重林玉婷 個人的前提下 他如果有意願 對於J.K.羅林這一類的性別歧視 網路霸凌的言語 要提起法律動作的話 我們會要求政府做他的後盾 全力來協助 但有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是 林玉婷個人本身的意願 我們要尊重她 我們都知道 林玉婷學權是因為 來自於幼年的時候 母親在家裡遭受家暴 那他的教練說 當時林玉婷來學拳擊 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母親 一個在家庭面對這樣子的情形 在學習體育的過程 又非常的用心用力 那面對國際賽事 還有這種不平的性別歧視的言辭 如果不是因為林玉婷心理素質強大 換作一般人 很難想像要怎麼面對這樣的壓力 所以我們充滿不捨 也願意做林玉婷最大的後盾 給予加油跟鼓勵 那如果林玉婷個人有意願的話 採取英國本身的法律反歧視法 來提起訴訟的話 我相信會有很多朋友 願意提供協助 而政府也應該做她的後盾 那除了做她的後盾以外呢 透過訴求法律動作 也可以遏止這一類在國際上 少數偏激極端的 用性別歧視的方法 來霸凌歧視亞洲的選手 特別是林玉婷這個個案 所以法律的動作當然是建議 要尊重她個人的意願 但透過這樣的聲音 也希望去制止這一些 在性別上不斷地去霸凌欺負別人的人 這種性別歧視 我們都不應該容忍他們